但是呢其实从这科技上面看起来 就是一种围堵的力量在出现 那目前呢 基本上这个经济学家他就在讲了 上个星期我们讨论很多的金砖 他认为 好像也看到另一种围堵的力量 可是他的评比是 拜登改变美国的亚洲联盟 基本上呢他觉得 拜登的这一股力量 因为在这个大卫营 跟日本跟韩国他们一起 站在一起之后 他觉得这个力量是胜过于金砖的 原因是因为在金砖呢 他们就认为说 是不是真的有完全的合一啊 他反而是给了 这个拜登比较多的分数 认为说他正在改变 这就是经济学人的观点嘛 对 经济学人基本上不用看了 你已经直接 他就是一个反购媒体了 他说他可以让日韩抛弃 请问他达成了什么协议 除了定期开会机制之外 达到什么协议 然后举例啊 你达到什么协议嘛 金砖至少有达成 他要成立一个支付机制嘛 对 那请问大卫营达成什么决议 你告诉我 请问你三国演习要在哪里 没有任何成果啊 事实上 介大使的成果 他认为那个成果就是假的 所以经济学人的评论 他已经失去公信力很久了啦 基本上 这个大卫营没有人看到任何实质的东西嘛 因为外面是在吹 是不是小北约嘛 对 那小北约你就要有 你说你要联合发展武器 我没有看到啊 因为你只有跟日本啊 你还没有让韩国加入啊 然后接下来三国联合演习吧 韩国赶到日本海演习吗 我们还没有看到啊 那如果只是日本海演习 那就是原来的美日安保嘛 嗯 并没有把韩国扯进来啊 那韩国敢把中国跟俄罗斯当作假想敌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评论太早啦 评论太早 可是金砖明年要成立 非SWIFT的非美元的支付机制 这几乎是确定的 是 这个一定做得出来 嗯 那这个当然就是它的 那当然还有扩容啊 嗯 拉了一些新的国家进来 可是具体要怎么做现在不知道 比如说金砖银行 能不能有别于国际货币基金 有别于世界银行 来 抢救伊索皮亚跟阿根廷的经济 我们还不知道 可是至少 金砖银行 前一阵子增加那个新会员叫孟佳拉嘛 孟佳拉的经济被抢救回来啦 就是金砖救的啊 这是具体的个案嘛 所以 经济学人你不要听他那边胡吹啦 那大卫营请问有哪件事你敲定了嘛 嗯 你敲定了嘛 你有看到 隐习越港公开站出来 支持辅导牌核污水吗 不过他们最近把国防部里面的抗日 大将的那个雕像说要给他搬走 再换另一个今日大将的 国内也开始有一些的骚动这样子 不过那个也要看他具体做什么事 对啊 意识形态之间的 人那个只是人事而已嘛 我是说你要具体做什么事嘛 嗯 而且隐习越我认为他是撑不住的啦 嗯 因为这一次的辅导排核污水 我认为韩国国会一定会做专题的一个诉求啦 嗯哼 因为隐习越在韩国国会300席他只有115席 他跟日本是不一样 他的政权是不稳定的 然后他的总统大选只赢了0.8% 那他的对手李在明已经公开跳出来了 直接批评他就是日本的走狗啊 就已经对立到这个程度了嘛 对 所以这个要怎么走远 这个 这也轮不到经济学人说话啦 就是你拿出具体的成果告诉大家嘛 不然都是吹牛啦 是 经济学人也帮美国吹牛了一大堆啊 说美国中东还是很稳定啊 稳定的头了也稳定 他中东哪里稳定 他有东南野啊 有稳定吗 他最近做了很多结论都是错的啦 做得非常离谱啦 我们亮哥的点评 既然我们讲到了合肺齁 我们就直接先来讲到这一part了 这个呢 其实是现在最新的一个 就是IEA呢 他又进到日本了 他告诉大家 这个水真的没问题啦 总干事证实首期排放的福岛废水 无害无毒 再一次的给他挂布警 然后呢大陆的外交部他就想问了 说那现在是怎样 除了美国到底还有谁支持呢 因为韩方他们隔壁的邻居 已经是直接讲了嘛 他不赞成 但他也不反对 他不知道他是什么意见啦 可是呢 尹锡悦说他要每一个星期都吃海鲜 给大家看 消除大家的疑虑 告诉大家这真的没问题 好但是在中方 尹锡悦是吃韩国的海鲜 然后他是 对可是他是说他还是要吃海鲜 因为也影响到了 大家也担心他很近嘛 因为他会影响到他们的相关 没有没有没有那要200多天才会到韩国 OK 事实上到中国的道路也要240天 也要240天 所以韩国还没有飘到 OK 是因为有人已经开始不敢吃 确实啊 看到排放 很多人都会开始会觉得有疑虑 对可是事实上还没有飘到你这里 对 好那其实呢 现在很多人的疑虑呢 就是他 就像中方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进海鲜了 很多人疑虑其实是在于说 为什么现在开始心里头会感到害怕 因为你会认为那个东西 有一天就是会到你家门口 那与此同时大家就会想说 有没有可能用什么样的方法 不要再让他继续了 是不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让他直男而退 中方这边呢 他们是蛮强硬的 直接就是说进了所有的 这个日本水产的进口 当然讲法很多啦 日本这边呢 他们水产署也有人讲说 其实我们每一年 大部分也都是我们自己人在吃的 进到中方这边也不是那么多 那中方的进他们 其实呢 每一年他从日本进口的量 也没占那么多 所以呢 彼此之间各有各的攻防 现在已经变成一种外交战 最主要原因是民间的情绪 但你来看到 现在日货跟服饰会 所以都已经遭殃了 很多人都会开始来 有相关的这个 比较情绪性的字眼在出现 那同时还有什么 有人呢 甚至用砖头去砸中国驻中使馆 日本驻中使馆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已经让日本的外相呢 也已经开始来造这个中国的大使 说你必须要好好说话 日本呢 则是有这个政治人物 开直播 说那是还是怎样 中国人如果你要来我们这边旅游的话 先吃我们的海产 甚至还喝一口河污水 你才可以进到日本里面来 还看到有小吃店 门口直接写 我们卖的就是福岛海鲜 禁告中国游客 大家就觉得那个紫色意味真的很浓厚 那岸田呢其实他内部 因为现在支持率也不高 那现在这个河污水呢 会让他的政府的民调雪上加霜 因为认为他政府说明不充分的 也占了81.9% 他们日本国内不只是渔民 有很多人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 您怎么样来看整起的事件 到底会是怎么样的嚣张 我中国大陆后来 政府有表达一个立场啦 说日本只要停排放 他制裁就立即取消 就针对这个事件 对对对 所以他事实上立场已经出来了 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停止排放 我这边制裁就立刻取消 那现在问题就回到岸田这边嘛 因为第一期 首期的排放是17天 他总共要排7800吨 7800吨 我认为岸田在第一期他不会让步啦 他会把它排完 就这17天会走完 他会走完 他会走完 不管怎么样 可是走完之后第二期会不会再排 因为这个是牵涉到 你不要以为这是一年的可以解决的 这是30年的排 对啊 这个 以岸田的声望他能够撑 继续排下去嘛 这个就是他自己要考虑的啦 那这个东西因为现在已经变成政治事件了啦 那政治事件你只能够从实际的损失来评估嘛 这已经不是立场了啦 比如说你说原子能总署跟你说第一期那个没问题啦 那我怎么知道第二期是没问题的 因为这要排30年嘛 对 而且我怎么知道会不会累积啊 是 你一次性的也许没问题 那会不会累积啊等等 这他不可能一直回答这种问题的啦 所以接下来就是看具体损失嘛 因为东京电力公司它用LPS来所谓的过滤 那它的成本总共是34亿日币 那你一年到中国大陆的海产品就820亿 你就亏了嘛 然后你日本政府编了700亿的预算要去洗地嘛 要去做文宣 这个听起来就不合理嘛 因为人家建议你比如说中国跟俄罗斯建议你说 你把它蒸发啦 不要排到海里面 比较贵啊 10倍嘛 10倍也只有340亿啊 也比你现在的损失少啊 你就有这个价值上面 你就很直接用数字上来看 政治本来就是这样嘛 政治就是 因为这个并不是完全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嘛 而是可以算的 所以你不可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嘛 而且你的这个排放的福岛的污水 坦白讲第一个到的地方 是俄罗斯啦 往上走啦 这个洋流往上走 那第二个叫阿拉斯加啦 那你认为美国人都是塑胶吗 就是当他到阿拉斯加到加州的时候 你真的很确定 布林肯跟拜登会继续支持你嘛 这个就是你要去评估嘛 那中国只是先做动作 坦白讲要到中国也要240天 因为他要绕一圈回来 然后才会到这边 那可是也有人算过 说他是一波接一波这样排 所以到圣地牙哥的时候 那个浓度事实上比日本要浓10倍以上 也有人做这样的评估啊 那你就去看加州移民能不能接受吧 加州的环保团体能不能接受吧 那到时候布林肯还敢讲话吗 就是你把它当作外交事件来看嘛 那如果到时候美国也开始改口了 因为事实上就有人发现今年的上半年 美国从日本进口的海产突然减少 那怎么会这样呢 不是布林肯说很好嘛 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嘛 那为什么海产品在减少呢 因为我跟你讲喔 日本是这样 它的海产出口 当然大部分是日本人在吃这个 这不是废话吗 是啊 这个重点是 它的出口第一名是中国嘛 第二名是香港嘛 第三名是美国嘛 第四名是台湾 那台湾 到台湾已经很久了啦 大概一年半以后 那已经很久了 大概要 到500天以后 所以坦白讲台湾并不是首当其冲啦 首当其冲往上的事实上是美国 那俄罗斯已经表示了 他要用最严格的标准 来检查日本进口的海产品 可是俄罗斯进口也不多 因为俄罗斯自己的海产非常的多 那事实上坦白说啦 那个 中国水产出口是世界第一啦 它主要是进高级的日本的海产 比如说北海道的三倍 是 北海道事实上出口到中国 就占430亿 超过一半 超过一半 所以是特殊种类啦 比较高档的 那 你岸田自己去算一算米嘛 比如说你现在让东电 只用34亿再做这件事 那造成了一大堆困扰 你还要编700亿预算 去帮他洗地做文宣 那这个的不满可能会越来越多喔 因为德国现在的环保 这个环境部长也是绿党的嘛 他公开反对啊 那以美国人做事的习惯就是 会有越来越多的智库科研机构 来做采样嘛 那可能结果对你不利喔 因为我跟你讲 只要发生几种情况你就完蛋了 第一个是 你就不要被验到一条鱼 有辐射成分 对 这个几率你不能说没有啊 你就真的信东京电力信到这个程度啊 还是你到底收了人家多少钱啊 就讲白了是这样嘛 所以我不认为会有一个政治人物 赌那么大啦 因为这个风险太高了啦 你哪一天 人家真的发现几条鱼有辐射 那你怎么办啊 那岂不是日本的鱼没有人敢吃 这个我们讲的不是出口啊 是 是连日本人自己的信心都没了 因为现在有大陆的网红 直接到日本这边来做相关的街坊 就很多在街头的日本人 他们自己讲说 哎呀我看到新闻 我真的我自己现在对于吃海产 我也会觉得很担心很害怕 可能以后就会减少 书上他们有做民调啦 就是说 那表达对政府排放政策 理解的日本民众是67%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国内市场不会受影响 你只要发生一个事件你就知道了 那那个事件发生的几率真的是有的 而且蛮高的 可能会发生在anywhere 你知道吧 那另外就是这个政策 你是要给人家搞30年 你要这样赌吗 而且岸田他搞这件事 他民调掉了2% 对啊 你要赌30年啦 本来你是明年9月任期到嘛 9月要下台 你会搞到自己提前下台啊 你就有这个几率 当然有啊 就你不要出事嘛 你怎么知道不会出事 你为什么会对 ALPS这么有信心啊 然后ALPS都不会折旧吗 我的意思说你为什么对东电 那个所谓的辐射过滤系统 有信心到这种程度 实际上不会有一个政治人物这样玩啊 因为你是每天都在排耶 那这一梯完了下个月又有第二梯耶 这个风险太高了啦 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大概也嗅到这个味道 所以才会讲出那句话嘛 所以你什么时候停 我就解消制裁 然后他也不想闹大 因为我最近又听到一些说法 就韩国方面就在那边讲说 我们应该要来推动中日韩高峰会 是啊 你怎么会有这个底气来推呢 他们就想说 我们上次不是已经和国际会晤吗 那现在中日之间的矛盾 我们不希望影响我们三国重启协商机制 还记得之前那三国的元首 然后在中方有没有 站中间然后旁边安倍啊 然后大家手牵手这样牵在一起啊 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有这样嘛 那你去想嘛 如果日本继续拍有可能高峰会吗 嗯 简直做梦嘛 可是现在也有另一个讲法说 到底中方的态度是什么 BBC他的讲法是说 中国愤怒意在配工 标题就写这样 他们认为呢 中方现在这么反应大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政治问题 是因为日本针对中方的举措 比如说他去跟韩国跟美国在大卫影站在一起 跟他们越来越近 要跟他们联合军演 他认为意在配工 真的是东电的问题吗 或是这个排放核污水的问题吗 他觉得有 可是重点还是在后面那一个 可是你讲这个没有意义啦 嗯 因为你继续在排嘛 对 但是 所以就会有人用这样来说你 大众到底是什么 那另一种是什么 另一种是 这个也蛮有趣的 这个是英国的外相 他其实就即将要来中方访问了 结果呢 现在大家开始说 网友质疑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 他们的官媒 环球这边突然说 他们呢 要跟英国来讨文物 要推动这个大英文物管徽环 没有啦 那是环球网 那不是政府立场 对 不是环球网嘛 那但是问题就是环球时报 这个讲法呢 让网友认为说 是不是要转移 没有环球时报不代表政府 不代表政府 对 大家会比较觉得他是偏 偏 没有他完全不代表政府啦 好啦不是新华啦 所以不值得访问啦 好 不值得评论 然后在微博热搜50名 又有人说什么 为什么日本排放核污水的话题 一度消失 后来才又出现 反正就是 中方的 中方的民间 有各式各样的讲法 情绪是在的 好先讲这个情绪是在的 因为日本这边他们已经证实了就是 在东电附近的很多的餐厅啦 民宿 他们就纷纷接到电话 这个是日本他们讲的 说他就是看 然后就有86的电话一直打来 所以他们也不声其扰 情绪是在的 但是日本的 中方的民间 又有各种情绪认为说 政府是不是也不想 就像你刚讲 不想把事情闹大 对 到底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他们目前中方的态度是什么 不因为 当然会担心日本的单位 会有人去破坏嘛 比如说去日桥国想 日桥学校抗议啊 就是当年那个 那个 钓鱼岛事件就发生过嘛 钓鱼岛事件那个时候的样子 有人去冲玻璃门嘛 是是是 那 还有那个 有人去那个 扎食官 丢端头嘛等等嘛 嗯 那 他的那个微薄那种叫做 调温度嘛 那个随时可以做 不要让他太热 对 不要让他太热 可是 他就看你在排嘛 嗯 那问题就是说 这个是没有止境的啦 那因为没有止境所以就会造成 那个岸田想要跟中方做 比较高规格的接触变得 都不可能啊 比如说公民党 他要访问 公民党是有中的政党 他本来要排 好像是2728吧 去访问北京啊 北京就建议他暂缓 就你现在来 没有办法谈啊 那如果连公民党都没有办法谈 那自民党怎么可能 嗯 所以就全部都卡住了嘛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情况就会造成 日本跟中国本来 岸田想要推的东西就全部卡住了 所以就看你要不要继续下去嘛 那这个就是岸田自己要去估 他的代价 因为这个议题就变成是 日本民众也不是认为你完全没有错 嗯 因为东京电力这个事情 他也承认 说目前核污水占66% 他承认哦 说是污染水哦 然后他是说因为我们ALPS 所以可以把它过滤掉 过滤之后就没事了 对对对 可是这一点没有人相信嘛 嗯 因为这个机器 30年内都不会有 问题这个没有人相信啊 你怎么会有意外吧 那你的就是核污水66% 那你如果说在安全议题上可以过滤到零 那你为什么不到在境内的土地 嗯对啊 对不对 嗯 你为什么一定要排到海里面 嗯 这个说不通啦 所以事实上当初 为什么这次惹起人家那么大的生气啊 因为 那个时候日本是真的在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福岛事件 所以那个时候 各方建议了五种方法来处理 就技术方法有五种 那最贵的那种就是埋到地底下 对 那个很贵啊 嗯 那最便宜的就是这个嘛 就是ALPS然后倒到海里面去嘛 嗯 那他总共花了34亿日元 对 那中二也帮你想了第六种方法 说你把它蒸发嘛 那不要排到海里 那大概需要340亿日元嘛 所以我跟你讲啦 政治哦 嗯 一开始冲突点出来之后 那各不让嘛 那各不让就要开始找 妥协点 嗯 那个妥协点就是 就看你岸田要排几个月嘛 那你排几个月的这个期间 中日你就不要想接触了啦 那这个就是你的代价嘛 那你要不要这样 嗯 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 你事实上为了处理这个事情 而且 这个事情民调不可能好转的啦 因为你一直排一直排 只会更坏 不会更好啦 就国内已经看到那个隐忧 而且对你有成见的人 不会改变想法的 哦对 大家就认为说 早晚会看到一条死鱼啊 或者看到辐射鱼啊 大家就会这样认定嘛 认为这是早晚的问题 那对不起你要排30年耶 这怎么会对你有利呢 你等于是 就是好像有一个背后鱼一直笼罩着你啊 那你未来 周边国家的外交你看你怎么做 比如说好 假设你要跟尹錫悦再见面啊 对 那现在战业党就变强硬啊 战业党就说尹錫悦你现在还要去见岸田啊 他那个问题还没解决咧 就变成这样嘛 那更何况是中国 所以我是觉得 他一定会逐渐的感受到那个 背后鱼的笼罩效应啊 那使得他跟周边国家 要开展外交都变得非常困难 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就是本来他在想说 就G20有没有可能就是 长编会啊 或者是他们中日现在友好几年啊 希望能够再见面啊 这些就通通不可能了 因为太近了 喊咖啰 不因为G20就快要来了 9月10号 是啊 太近了啦 太近了 好 有没有可能他会改变想法呢 这个我们就持续再来关注